像我的話我就會去問他 甚至如果他有覺得說 其實呢跟你出去壓力很大 但如果呢你碰到他們就是對你比較 已讀 然後呢就哈哈帶過話 那我覺得 要思考一下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之前我可能有認識一個 就是比較好的妹妹 然後她最後就跟我前男友在一起 然後我跟她說 啊那沒關係啊 我就是還是很在乎你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什麼東西要忙 你為什麼什麼東西都要照顧我 你是看不起我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Housey歡迎大家收看 問神不如問天菜 朋友就跟星星一樣 雖然不是每天都見得到我 但你知道我永遠在那 又有些人覺得 為兄弟兩類插刀 遇到女人 插兄弟兩刀 像我朋友跟認識的人 就分得非常清楚 我不會說認識兩天 我說那個是我朋友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大家對朋友都有哪些怨言 還有什麼問題啦 這集應該叫猛將來做這個位置吧 你說講兩小時講不完耶 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始終處在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我不知道該不該跨出那一步 也擔心如果告白了 會不會連朋友都當不成 首先呢 這位同學 你要知道的是 你確定嗎 你要確定你們有友達以上 不是在你的幻想內 因為很多人喔 他自己都覺得說 我們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啊其實咧 對方並不是這麼的認為 第一件事要搞清的是這個 如果你們真的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我跟你說啦 人生有這麼長的時間啦 就去做啊 不... 可是我又不能當朋友 那你想跟他當朋友嗎 你現在想是跟他當朋友嗎 覺得你還是跟他當朋友比較好 就不要再進一步啦 進入下一題 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最近發現他們出去都沒有揪我 我是在線弄的 才發現我沒有被邀請 我心裡很在意 卻不知道該怎麼跟他們說 我現在想問清楚喔 他說他的朋友是 那一群都是他的朋友嗎 對 這個我一定會直接說 我就會直接找一個 跟我比較好的 我會問他說 欸我有看到你們有去完勒 我也很想去啊 你們怎麼都沒有揪我 我會用一個比較 傻奈的方式去問他 因為你自己放在心裡面想 你會不舒服啊 有些人有這種情況 他不好意思問 他會把自己的防御意識開起來 可能剛好他們知道我沒空 然後所以沒有約我 就是給自己一個這樣的理由 讓自己不要去想這件事情 像我的話我就會去問他 甚至如果他有覺得說 其實呢跟你出去壓很大 知道說 欸其實問題是出在哪裡 但如果呢 你碰到他們就是對你比較 已讀 然後呢就哈哈帶過話 那我覺得 要思考一下 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我被開導到了 因為我想到以前 在研究所那時候都會有很多作業要拍 然後有一次就學長沒有找我 我就心裡耿耿於懷 然後我就後來有一天就訊息他說 欸學長為什麼你拍那個片沒有找我 我的同學都有被你找 然後學長說 喔你要來嗎 來啊 當然好像他只是忘記問我 對就是你就問啊 因為像我知道說 朋友圈子可能比較多圈 他們自己有別的圈子 所以我想去我就會說 欸你那個上次那個很好 是不是我也要去 我就會自己去offer這件事情 不用永遠都當一個被動者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大家有時候偏被動 有沒有可能是中西方的一個改變 不一樣 可能有吧 就是我這一類的問題 我去問我外國朋友 他們都好像很簡單 你就去問啦 對但是你如果問台灣朋友 他們就會有一些糾結 對 他們就會把你想說 他會不會是什麼樣什麼樣 對 是不是有人跟他說了一些什麼 對 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文化差異 對 對 那我要繼續下一題 好 十年以上的友情 把我的行李箱借給他 歸環時輪子壞了 朋友說會幫我拿去修 結果報價單傳給我要我負一半 後續甚至要我自己拿去修 不打算負責 我不知道該跟他爭到底 還是就這樣算了 來 如果大致回答呢 我跟你講啊 十年以上的友情 到這邊啦 我就會覺得 算了 但是我心裡就會打一個 星星 因為我可能很了解這個人 我就會已經知道說是怎樣 譬如說 我的東西借給他 那我應該知道說 我的東西怎麼了 他的個性會是怎樣的 應該是說朋友定義很多很廣 但你應該是知道 你每一個朋友有什麼習性 或他有什麼 面對事情的反應 你可以跟他開玩笑啊 說阿倫是壞掉沒多少錢 你付啊 然後就順道問他說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他就是都沒有 他就是單純調皮 賴皮 可是這個賴皮應該在這十年內 你早就知道 你就應該是會知道 那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才爆發 對 所以你自己也要檢討一下 就是檢討說 你對於你這十年的友情 你看得很重 可是感覺上 你好像不是很了解你的朋友耶 我好像又被開導到 你又被開導到 欸這一集怎麼在開導你啊 因為剛剛阿菜講的那個概念 也是我有一個以前同學 有一次手機接著他 然後摔到地上 他連對不起都沒這樣 我其實超不爽 你手機又怎麼樣嗎 是沒怎樣 可是我覺得 講個對不起沒有很難 所以你要現場跟他說啊 因為朋友需要磨合嘛 然後他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個對你來說 你是很不高興的 我其實也知道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好不好算了 所以你就是這邊就是抉擇點啦 你要繼續當朋友還是不要 因為有些人他會繼續 可是他後面一直抱怨 這樣就是我覺得太OK的地方 來 我有一個朋友家裡很有錢 每次出去他都想約很貴的餐廳 很貴的行程 但其實我真的有一點負擔不了 阿菜就救我 這個很多 我跟你說 你直接跟你那個朋友說 不行啦 我這個月的擴大沒了啦 那看這個朋友會說什麼 他如果很想你去 他就會說好沒關係 那這個我付 然後如果你自己心裡過不去 你就會說 就是我覺得我還是要自己來啊 我就說那 沒關係 下一次我再陪你去好不好 因為呢像我呢出去常常會點就是比較貴的東西 雖然比較便宜的東西 但我也會希望點很多 有一次呢 我在趟空姐的時候 要跟一個男生約會 然後他在美國這樣 我就去找他 我最好朋友就先拉住 我就雷雷的媽 他就先拉住 他說你這次去約會 如果去餐廳的話 你點吃的可不可以節制一點 他說你就點一道 譬如說人家可能想出錢 人家看你點一桌 我就說我會付啊 我請啊 他說對就是你這樣子 你付你請 你不覺得其實人家壓力很大嗎 你說每一次都是你請的話 其實對方也會有壓力 他說 That's very nice 可是其實有時候我們的很好 對對方造成的 心理負擔 是一個心理負擔 而且啊 可能還會不尊重對方 其實好像朋友之間的相處是 你必須要知道對方要什麼 而你給什麼 而不是你一直給 你自己覺得他想要 就情侶上其實也是很多可以聊 所以他就這樣跟我講 我才恍然覺得說啊 對然後之前我可能有認識一個 就是比較好的妹妹 然後他最後就跟我前男友在一起 然後我跟他說啊那沒關係啊 我覺得還是很在乎你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什麼東西要幫我 你為什麼什麼東西都要照顧我 你是看不起我是不是 你連這麼一點點對我的忌妒都沒有 你根本不把我當 能跟你平起平坐的人看吧 我心想說他為什麼要忌妒你 我幫你不好嗎 然後我那個雷雷媽他又拉著我 他說現在怎樣 現在大慈三家是不是 他都這樣講了 你要做朋友嗎 雷他媽說的很中肯 因為他有去approach雷雷他媽 然後就是試著跟他示好 他直接就是把他給噴爛 我的故事就告訴我 我就自己就檢討 我說天啊我自己以為是 因為我可能沒有想這麼多 我就無知 我很高興幫人家很高興怎麼做 他可能覺得他自己可以 但你卻這樣做 我就覺得好吧 那我自己可能要檢討一下我自己 這一題其實很很重要 因為很多朋友之間的互動 真的會忘記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也期待別人 對你做一樣的回饋事情 好我們接下來是我們的快問快答時間 好 要怎麼跟蔡蔡當朋友 你會打遊戲 會來看我直播 然後你會跟我一起玩我想玩的遊戲 然後在我的Discord裡面 那個就很快 阿蔡認為朋友之間最重要的是什麼 信任吧 最不重要的是什麼 年紀啊我覺得不重要 背景 背景 不重要 阿蔡日是最久的朋友是多久 會很在意他有什麼特質嗎 其實我認識的朋友都沒有 一定沒有你們久 我去我住很多國家的單位 最久最久的 可是我們讀的學校是 他們是從幼稚園 讀到高中都同一班 他們也都聯絡 有有有有 好再來喔 我有兩個好朋友是情侶 他們每次吵架的時候 女生就會來找我抱怨 久了發現問題都差不多 我又不是他們的垃圾桶 為什麼要一直跑來找我 因為想找你帶話嘛 然後又了解兩邊的個性 所以你來評判 就以第三則評判 可是你是比較中立的 所以來找你 明明對朋友都很不錯 最近卻從某些朋友的口中 聽到他們在說我的閒話 為什麼會這樣 這很常在亞洲地方發生 不是 朋友定義可不可以 想一下 動一下大腦 好他們講以前話 我不用說啦 我就是兩條路 第一個 問他們 幹嘛那個不跟我講 直接問他們 然後第二個 心裡就自己畫個小叉叉 就說OK 那就這樣 那我們就表面 保持距離 對就這樣 我有點暈我的異性好友 最近他在跟其他男生互動的時候 我會有點不高興 喔 你可能要搞清楚 你是真的有暈到 還是這是一個保護機制 像我也有很好的男生朋友 大家就會問說 請問男女有沒有純友誼 某個level上他是有的 但是呢 你們可能對互相都有一點好感 但那個好感 能夠到說我們變成情侶 或是我們曖昧關係嗎 可能沒辦法 然後之後他交了女朋友 然後我就覺得 有點不高興 但我發現我的不高興 並不是他教女朋友 我是為他很開心的 我只是覺得說 我必須認識這個女的 你好像就是一個爸爸的角色 我要先看過一眼 對 你的角色機制可能是變成這樣 或許 或許你不是暈他 你只是覺得 不行 要先過我法眼才行 對 某部分是你的這樣 好 來 下一題喔 我是女生 前陣子跟認識多年的男性 友人吃飯 她突然問我 能不能夠接受跟她發生關係 當下不知道她是在開玩笑 還是認真的想過 現在想到她 都覺得怪怪的 不知道該怎麼跟她相處 不要相處啊 你有什麼好要跟她相處的 我覺得她會這樣猶豫 會不會是因為 她其實內心也是有一點點想到的 喜歡啊 喜歡 然後下一個step 就說喔 那如果跟她這樣 我們以後還能當朋友嗎 差不多跟上面的題目 對啊 所以她就是走向 其實就是差不多的 那你就是考慮 你想跟她當朋友 還是 跟她到那個關係 沒有這樣子 我有一個朋友 很喜歡說一些 無關緊要的謊言 有一次她在班上 散播謠言說 我有一個網美女友 導致 跟我在曖昧的女生 也避而遠之 我真的很傷心 你有遇過這種人嗎 大家都沒有腦子嗎 那就是完全不查 甚事實也不聊了嗎 我覺得 大家在問問題的時候 都會說 我的朋友對我做了 哪些過分的事情 然後你還稱她是朋友 對對對 就是 我講啊 一直走下去 跟她說 最後一個問題喔 我朋友借我傳說的 鑽石帳號 被他玩到變黃金 還跟我說 這只是個遊戲 幹嘛那麼在意 是我太計較嗎 你為什麼要借人家帳號 Cannot Cannot啦 鑽石變黃金耶 你要帳號借人家 OK 你就給我打NG 你不要去給我打排位 你為什麼要在排位上面 害人呢 這個真的蠻嚴重 我覺得你要先檢討你自己 你 扭這個東西發生的 請對眾多的傳說玩家 要道歉 謝謝 沒有啦 我不是真的生你的氣啊 只是就是 我覺得你要先想一下 你借人家帳號的時候 我覺得你要玩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他的水準在哪裡吧 對他來說只是遊戲而已 所以他就這樣玩 你不能怪你家 對我來說不是只是遊戲而已啊 對啊 是me 但是 但是我的理解 每個人想法不同啊 好啦 我們今天朋友問題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大家覺得 欸 今天聽完覺得 打脫我認渡二賣的話 記得 在樓下幫我們留言 然後我們都會看說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什麼議題想做的 可以跟我們講 幫我 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OK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再駕